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那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去讲解 将个基础的这门课程 说到将个基础 那不少同学可能已经听说 或者是了解过这个框架 那因为它是在python里面 非常出名的一个微博框架 OK 那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通过我们的这门课程呢 我会去给大家做一些讲解 那在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有必要去对我们的课程做一些介绍 我会从这五方面去给大家讲解 我的一个课程的内容和要求 那第一 要学 你要能够看得懂这门课程呢 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点的要求 有关于学员知识点的一个要求 你必须要具备基本的前端的基础 Python语言的基础 还有了数据库的基础 那这个地方的Python语言基础 除了基本的语言基础之外 那你对Python的面向对象也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OK 这是学员的一个知识点的要求 那第二个方面呢 学习目标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 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目标 第一 通过这门课程 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常用的Python微博框架 那Python里面的框架的话呢 是非常多的 Jungo是在这当中是比较出名 比较出名比较重要的一个微博框架 第二 通过这门课程的话呢 我们要能够熟练的去使用Jungo的框架 能够熟练的去掌握Jungo里面的常用的知识点 那第三 能够去举一反三 使用Jungo 开发一些常用的功能模块 好 这是一个学习目标 第三一个 第三一个呢 学习内容 好 我们刚才在说学习目标了 要去掌握一些Jungo的常用知识点 那这些常用的知识点 那究竟有哪些东西呢 我这地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思维导图 那这个导图里面 包含了我希望大家去掌握的 有关于Jungo基础的一些基本东西 从Jungo的环境的搭建 到如何去快速创建一个网站 那它的一些基本命令的使用 开发命令的使用 还有它整个的一个开发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那包括还有呢 路由的配置 还有业务逻辑代码的编写 以及数据库的配置 还有呢 Jungo OIM Jungo的里面的OIM 对象关系映射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也是大家需要去了解的 还有Jungo的Form 表单 然后呢Jungo的Template Jungo的模板技术 以及Jungo的分页器 还有呢Jungo的Session和Cookie 以及Jungo的Admin Admin是在Jungo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后台 开发的后台 那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去掌握的 那通过上面的这些内容 大家对Jungo的知识点 有了一个熟练的掌握之后 我们呢 还要去开发一个产品管理系统 这个产品管理系统呢 会应用到前面的这些知识点 然后去完成当中的用户的模块 和产品的模块 OK 那这是我们 这一个系列课程 所包含的知识点 所包含的一些知识点 当然在这个 我刚才所描述到这里面的很多东西 那对于大家刚开始去学的时候 并不能明白我刚才说的这些技术术语 专业术语是什么意思 没有关系 我在后面的这个课程当中 会去一一给大家去讲解 这些详细的内容 好 这是学习内容 那第四个呢 是关于我们这门课程的一个 开发环境的说明 那我们的这门课程的话呢 大概会用到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整个的这个课程的讲解 我们是在Win7的64位下面 去给大家做的一个讲解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系统 去给大家做讲解 这个呢 也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学员 很多呢 是刚开始学习 然后使用的是Windows的系统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主要以Windows下面的一个开发 去给大家做的讲解 当然你如果是Mac 或者是这个Linux的系统 那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课程 只不过呢 在环境搭建的时候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其他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你用其他的这些系统 也没有关系 好 然后我们的Python呢 是用到的3.5.1的环境 然后呢 江哥是目前最新的1.9.5 好 当然这个江哥的版本 包括Python版本 它都是在更新当中啊 如果是以后这个版本更新了之后 那你在学习这么个课程的时候 建议还是要用 我们这个开发环境里面 所指定的这个版本 那这样的话呢 你能够更好的去学习 好 因为在不同的版本之间 他们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异的 然后我们的MySQL 是用的5.6 当然你用5.7也没有关系 这个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然后我们还用到了PyMySQL 一个MySQL的驱动库 好 以及我们的IDE 也会用到Stopline 还会用到PyChart PyChart 我这个PyChart的这个版本 4.5 现在应该是更新到最新的 我现在最新的是这个版本 当然这个开发工具的版本号 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选择用你其他一些比较熟悉的 比如是像Eclipse 或者是VM 这些都可以 然后我们创建 还会用到创建虚拟环境的一个工具 好 我们要把开发环境独立在 好 独立出来 独立出来 所以整个的一个开发环境呢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后面去讲解 它的一个环境搭建的时候 还会去详细的给大家去做一些说明 OK 好 这是有关于开发环境的一个要求 那第五一个呢 好 我这个地方再花一点点时间 去说一下我的一个教学思路和方法 那我在我的一个教学习惯里面 我习惯给大家去讲解 比如说一些开发的方法 所以你们在听我课的时候 好 一方面 我给大家去敲的代码和例子 你们呢 最好跟着我一起去敲一下 好 一起去练一下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要去注意 我在写代码过程当中的一个思路 或者说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那这些细节 也是你们应该要去了解和学习的 那具体的这个学习方式 好 我在课程当中还会去给大家强调 OK 所以呢 那这个是有关于我们这一门课程的一个整体介绍 OK 那我们的这一次课呢 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çok ror 然